好那我請教冠連 民眾黨現在的處境 確實走到後柯文哲的時代 那現在事實上 黃國昌很有可能是民眾黨內 比較有聲量 而且開講比較有媒體關注度 跟粉絲支持度的票房的明星 可是案情事實上也還在延燒 一方面陳佩琦的說法 確實也呈現了蠻多的肉動 另外一方面 黃錦茂的這一個說法 咬住了柯文哲 乃至於今天就連洪建議議員 他都指控蔡壁如 都可能使得這一個政治風暴越燒越大 現在民眾黨內有兩派的做法 像黃國昌他是一派的做法 那陳志涵是一派的做法 黃國昌就是進行的民粹動員 然後到處辦開講 然後希望把傳統的磕粉就變成沖粉 那誰握有群眾 誰就握有權利 這個是那個神鬼戰士裡面說的 所以黃國昌深知 他是從民粹主義從2014這個群眾運動起來的 他深知其實就要掌握群眾 然後掌握權利這樣 那另外一派就是幫柯文哲辯解 甚至幫金華城辯解 那這兩個不一樣的路線 所以黃國昌其實很清楚 他在這八個立委裡面 他就要當頭 然後他在後柯文哲時代 他就是要掌握這些群眾跟權利 所以這個態勢其實非常明顯 所以你看他的發言 其實他不解釋案情本身 然後也不幫柯文哲辯護也不會落到這個法律的細節裡面 所以他的路線很清楚 他是走民粹主義的這個群眾路線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認為其實這八個人其實 八個立委其實也是沒有同心 甚至我傳出裡面其中立委也會是批評柯文哲 甚至覺得柯文哲這樣做是不對 他們就很清楚要切個柯文哲 甚至要保他們2加2之後的兩年的位置 所以我講回來說 在這個事情裡面 我其實有講說 為什麼要 今天洪建一出來這個新聞 就是朱雅虎寫給蔡碧如的信件 有兩頁洋洋灑灑 都是親手寫的 現在很少人親手寫 所以我讀了以後 其實總結概念只有一個 就是要把雙齡換掉 雙齡就是林青蓉跟林周明 裡面提到林周明 他那時候是陪議長出國 他是堅決反對容積要增加 除非有政務官下手遇 就是柯文哲的意思 那林青蓉更堅決了 林青蓉是非常專業 而且他是在阿扁的時候 就當都市設計科長 等於說金華城那個使用執照 是從他手上發出來 所以他非常清楚 金華城這個案子不能碰 所以林青蓉在2017年的時候 就把案子其實都是 給金華城碰軟釘子 把這個案子退回都委會 那退回都委會 朱雅虎就把這個事情打小報告說 這兩個其實是絆腳石 要把這兩個換掉 然後是不是請蔡比如來開協調會 讓柯文哲簽個條子 然後這個事情才可以往下走 所以那後來2018以後就換上了這個彭震生跟黃錦茂 這兩個都不認識金華城也不懂台北市的都市計畫 所以我細思極恐啊 我想這個真的是有非常精密的一個安排 為什麼讓彭震生一個高雄市的公務局長來當副市長 然後讓這個黃錦茂台中 他熟識台中的都市計畫來當都發局局長 台北市的都市計畫跟台中高雄其實是完全不一樣 然後其他大案子的這些相關 土地管制條例跟容積管制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真的是細思極恐 把兩個熟悉台北市的雙齡換掉 換上兩個不熟悉台北市的 然後不熟悉台北市都市計畫的人 來為金華城這個案子護航 我真的想起來真的是有一點可怕 那這兩個人是怎麼樣的人 以我跟他們共識的經驗 他們其實是使命必打 但是他們其實非常照顧下屬的 所以黃錦茂在簽方案室的時候 他不是直接送到都委會裡面 他是往上簽 簽給柯文哲 簽給柯文哲同意以後 然後再把他送到都委會裡面 對 那我相信黃錦茂在交保的時候 或是說他在北檢偵訊七小時的時候 他又把這個事情說出來 那才有檢方對他沒有串證 或是逃亡的疑慮才可以交保 所以我相信黃錦茂已經說出來 那彭震生的角色當然也是關鍵 我是認為他轉作污點證人 土地污點證人的機率也是非常非常高 那回過頭來說 柯文哲現在在民調往下走的時候 情感溫度其實在百分之四十幾 那我認為民眾黨其實現在要做一個事情 就是我覺得不要被國民黨吃定 甚至要不排除跟民進黨合作 因為看民調都很清楚 這些第三勢力跟小草門 其實看你有沒有執政的能力 有沒有政策的能力 然後是不是提出一些扶國立民的法案 如果民眾黨他在這個民調持續往下掉的時候 現在那麼重要的會期如果可以跟民進黨合作提出一些扶國立民的法案 比如說社會救助法 都根法然後其他這些體育法等等 然後把預算通過 那我相信民眾黨可能還有救了 不需要打這種焦土戰 然後跟一邊打你的國民黨 然後一邊要吃你豆腐的國民黨合作 我覺得這樣是讓自己的群眾就會沒有沒有標準 然後沒有依托的一個依據 所以你認為民眾黨的路線應該切割柯文哲 然後立法院反而應該著重某一些比較扶國立民的法案 這樣才有自己生存的空間跟基礎 那民眾黨也可以打焦土戰 像張祺凱他就直接揚言說 總統府的預算也刪一刪 張祺凱要不要順便把立法院的預算也刪一刪 選舉的預算也刪一刪 反正他這種沒有政治基礎的不分區的立委的 這一個薪水預算也刪一刪 要刪大家一起來刪嘛 就是說打這種東西其實很難取得社會大眾的認同 而且是全方位多數的認同 那講一句不好聽了 那你要不要台北市所有的預算也都刪 你看大家公務員發不發薪水 就是說你某種程度的政治攻防 其實你即便要攻你都要謀略 那我是覺得張祺凱這個說法很草包啦 那但是要認同的請認同啦 最好把全中華民國的預算都刪了 然後這國會也刪了 大家解散國會重來嘛 既然要殺草包 大家就一口氣一次殺乾淨 那可是民眾黨很有可能現在走到一個全面抵制的路線 抵制預算 抵制人事 抵制法案 抵制法案 那事實上還有蠻大的軍購的預算 那這個東西整個社會事實上也會去重新評價 即便在柯文哲相關的案子當中 沒有捲入其中的民眾黨的政治人物 他們是不是適格 他們適不適合進入立法院 進入國會去主導法案 我覺得立法院這八席立委真的要仔細思考 柯文哲現在這個時間應該是要去美國參加國防工業會議 對不對 那就是要了解 當然是相當程度了解軍購案 那美國人為什麼找柯文哲去 因為他是第三勢力 那相對他在立法院也有八席 那他了不了解軍購跟國防工業 其實會對台美的這些軍購其實有很大很大的影響 所以美國人在做Lobby的時候 他不是告訴你說一定要做這些事情 而是邀請你來真正了解我們的軍購產業是什麼 然後可不可以一起來推動台美的軍購法案 美國人做事是很細膩的 所以他不會像這八席的立委 就是全面抵制打焦土戰 然後一味的要反對民進黨 那其實看到益生監督藝人的謝榮介 在監督賴清德的時候 他面對張其楷這個說法 他其實說沒有看到賴清德有介入這件事情 為什麼 其實賴清德現在的民調支持度是高的 如果你真的要跟這些支持賴清德的人 站在反對面的話 其實對國民黨也不利 對民眾也不利 所以我相信以我這種回頭草的這種經驗跟新生 我是認為小草們雖然支持柯文哲 可是我覺得他更重視這個例行 理性務實的一面 就是說提出現 你覺得小草們有更理性務實嗎 我覺得現在搞得謝榮介很理性務實 對對對對對 就是說已經錯位了 對對對 國民黨內現在已經變成務實派了 然後呢這個極端的這個什麼都抵制的 已經變成民眾黨的路線 所以謝榮介很驚啊 他知道理性務實的這些小草們 如果謝榮介可以接收 因為他要選台南市長 如果他接收這些小草跟理性務實的這些中間保守主義 他當選市長的機會當然變大 所以他很清楚 他面對的群眾路線是什麼 然後他如果要當選市長 他要訴求的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那個謝榮介非常非常清楚 反而是民眾黨自己在無理屋中 然後沒有路線 然後如果真的要打焦土 我不認為真的可以占到便宜 可是民眾黨的粉絲 如果都變成這種比較政治極端路線的粉 那他的焦土路線就可能爭取到 這一些比較極端路線科粉的支持 那所以呢科粉的盤可能萎縮了 比如說本來科粉者假設有10% 現在可能剩下5% 假設本來今年年初300多萬 現在假設打對折 也有將近兩百萬 那黃國昌跟張祺凱 現在就在搶這將近兩百萬 因為這兩個人都沒有本事選地方選舉 這兩個人去地方選舉絕對拿不到一兩百萬 所以對這兩個人來講一兩百萬還是很大 對所以這個是等於說他們要顧不分區的盤嗎 比方說不分區盤現在有八席可能最後剩下五席 他們還是有在那個不分區名單裡面 我說如果下一屆的話 他們不可能再爭取這種單一選區制的這個首長 所以我想他們的路線其實很清楚就要鞏固極端 比方說10到15%這些顆粉 那我覺得跟他們未來的選舉策略有關 那我想在台灣這種單一選區制的情況下 你當首長一定是要過半 那如果是這種路線的話 那民眾黨就完全不可能指正了 他在立法院或是在地方議會的盤會越來越小 因為這種極端永遠有比你更新潮更極端 手段更激烈的人出來嗎 你要比極端其實我認為是比不過的 我覺得還是要回到整個政策路線的討論 然後扶國立民的一些法案跟人事案 但是民眾黨黨內的這個中央委員有這樣的聲音嗎 就是說符合民眾黨的未來的政黨利益的 其實未必符合張其凱的個人私利 也未必符合黃國昌的個人私利 簡單來講我今天看張其凱跟黃國昌 我覺得這兩個是蠻民粹草包的 有本事去選地方 還不要在那邊嘴說刪除總統府預算 先刪你們的先罷免你們這幾個不分區還比較快 這個總統府不管誰當總統 在台灣都是好幾百萬票的支持 你即便嘲笑賴清德沒有過半 他也有將近六百萬的選票的支持 對啊 那我覺得現在民眾黨這把其實真的就是落入 柯文哲講的囚徒困境 他們現在在各走各的嗎 如果他們真的要合作 然後跟民進黨合作或是 甚至跟時代力量合作我認為都是好事 他們可以把自己的盤變得更大 那現在的囚徒困境就是他們各做各的 然後變成總體的利益就是最小化 所以他們真的自我預言自我驗證的 自己在囚徒困境裡面真正沒辦法合作 沒辦法互相信任 甚至我認為群眾的盤會越來越小 再來回過頭來講我們這個都市計畫界最近在討論的議題 我們念都市計畫這些學長學姊老師們其實都教我們 我們心中其實是一個烏托邦主義 就是把城市打造成窮人也可以居住 商業可以發展然後有就業機會的地方 那可是柯文哲這一波操作讓我們這種念都市計畫都市更新的人好像都是貪章忘法 然後沒有什麼光榮感 所以我認為就市論事 我這些學長們其實像李德權王家具這些都市委員 其實都針對金華城這些事說不行就不行 所以他們真的是就市論事 我們不希望這種文官體制或是都市計畫專業 然後在這個案子被破壞 所以我也奉勸民眾黨 如果你們真的要像我們這種回頭草 還是就市論事的討論 不要再討論柯文哲到底是不是抓到金流 或是有沒有土地這些事情 就是論事的討論 什麼是對民眾比較好 什麼是對台北市民眾比較好 那冠年我跟你討論都市計畫 這個台灣這幾年的六都 其實都市的面貌 或者建物建築的面貌相對落後的反而是台北市 那憑良心說離開台北市 譬如說桃園或者新北台中高雄 他們有一些重新的計畫跟重劃 那他有城市新的面貌 然後台北市最多老房子 而且台北市越天龍老房子越多 大安區或者即便金華城周邊一帶的松山區的八德路 那個天象四段那一帶 很多都是不到四層樓的老舊房子 那那一類老舊公寓很多房子屋齡都四十多歲 有些搞到五十歲 那他們事實上遭受到天災人禍的某種程度的建物的品質 其實是大家會比較擔心的 那坑德事實上也主政了八年 有什麼都市計畫 其實看不出來 那假設假設金華城開發成功 金華城很有可能會是八德路市段的新的指標建物 它會是比較漂亮的新的法規的建物 但是它的價格也一定遙不可及 現在新的住宅的價格一坪可能一兩百萬 那它即使是商辦的這一個行情 也不可能低 也一定是一兩百萬起跳 所以呢那個對於一般的壽星階級 一般的中產階級 仍然是遙不可及的 好這是一個 那什麼叫都市計畫 像我最近在內湖塞車塞得很不耐煩 內湖的塞車換N個市長都不會解決 蔣萬安不要落銀意 趕快來處理交通 蔣萬安又不是要去美國選 紐約的市長 你要處理的是台北市的城市問題嘛 那交通塞車是一個問題 什麼叫都市計畫 塞車 塞車的過程當中 這個都市這個區域 為什麼它會交通的過度的膨脹 那膨脹到它周邊的 比如說所有的運輸 它事實上是很難在巔峰時間 可以去運輸的 那什麼叫都市計畫 台北的樣貌 是有在都市計畫的樣子嗎 林光姐真的是問到利害相關 如果內湖當初規劃的時候 是它可以把這個馬路開得大一點 然後甚至有輕軌拉進來 也有捷運拉進來 那相對的它的接口小一點 那整個都市這個運作就會比較正常 然後另外橋樑 這路比較大條 其實容納車子就比較多嘛 這是很簡單的都市計畫就是說 在公立跟私立之間 其實要有一些公益比較多 然後私立要稍微退讓 那這個是取決於什麼 就是取決於首長的意志 對 好 講回來台南 剛剛有講到台南 其實賴清德在南鐵東移的時候 背了很多黑鍋 然後社運團體抗爭 然後炸雞蛋 甚至他可能要下台 賴清德 他其實做了非常低調的事 這是我去台南訪問的時候才知道 為了南鐵東移 那個南鐵鐵路旁邊其實很多住戶 南鐵東移是要把鐵路先往往下 當然會碰到這些 就先鐵路地下化 對 然後碰到一些零房可能要拆 賴清德是 五點下班以後去這些住戶 一家一家的溝通 溝通了一百多次 這個是都是有官方記錄 可是他對外其實完全沒有宣稱這些事情 我認為這個才是首長的意志 既然住民有他們有需求 然後有意見 他們要拆到房子捨不得 然後賴清德是帶著各個局長 是說你有什麼教育的問題 然後醫療的問題 然後居住的問題 一個一個幫你解決 然後立案管制 我認為這個才是有感情 有溫度的都市計畫 就南鐵東移其實他可以縫合 鐵路兩邊的這個 整個都市的平衡嘛 然後不用過停交道 平交道 然後把噪音到地下 整個都市上面就變成一個 綠帶跟浪帶 這個才是都市計畫 那我其實看不到柯文哲在這上面的願景 而且都市計畫其實你要被人家 你要忍受一些被人家批評 比方說你真的在交通的時候 真的會有一些黑暗期 然後會有居民抗爭 可是真的首長 為了都市的願景 真的要扛住這些壓力的 好 因為我也很有感觸嘛 黃大洲事實上當市長的時候 我記得他猜那個 我們現在的那個大安森寧公園那一帶 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但是那一帶現在面貌不一樣 那一帶周邊都超級豪宅 你沒發現那一帶 很多房子都是兩億起跳的 好 然後阿扁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拉第一條捷運 馬特拉不拉我們拉 拉得千辛萬苦 頭破血流 他拉了 但拉了第一條之後 就比較容易拉出第二條第三條了 那郝龍斌當市長的時候 捷運也通了很多條 像你現在的松山線 我說的是南京松山 南京東路也是台北市的大路 那個時候也有交通黑暗 可是他現在通了 他現在交通很順暢 不像內湖塞 柯文哲通了什麼 什麼都沒有 就是利落 講話安通了什麼 不要跟我講你講英文 你通什麼 我們又不是要選一個英文老師 台北市長又不是要選一個英文老師 那講一句更不好聽的 那台北市要選一個英文老師 選一個老外好了 他的英文槍更ABC 更美國槍 然後呢 然後你的內湖每天塞車嗎 塞到死嗎 對 就是什麼叫都市計畫 都市的樣貌 都市的更新 都市的動線 就跟人一樣 都市如果不會動 就跟你的血管不會動一樣 對 可是事實上 其實我的觀察 這兩任台北市長都蠻廢的 他們都沒有處理這些本質的問題 林冠姐 真的是如你所說的那樣 其實黃大洲在交通黑暗期的時候 讓他選不上下一任的市長 陳水扁其實他在做一些政策的時候 其實他 拉馬特拉那一條壓力多大 壓力很大 其實這也是相對他 沒辦法連任市長的間接原因 可是這兩任市長 其實都對台北市的體質 跟都市計畫留下非常非常好的基礎 那甚至以前在這個 比方說這個內湖大職 這些結婉取職的時候 這都是一個龐大的都市計畫 在面臨徵收跟的抗爭 其實首長都要頂著住壓力 所以我覺得我們念都市計畫的人 我們期待一個首長 是他當下頂著住壓力 他可以看到未來的願景 然後如果他把這個事情承擔 他可以甚至犧牲自己的利益 或是犧牲自己的政治前途來做 這當然有一點誇張 但是我們其實看到過去 很多首長都這樣做 甚至真正在做建設的人 他們不會被當下的選民所接受 可是後來這些選民跟市民 才會恍然大悟說 原來我們那時候是那麼好的市長 對 就好像現在一條高鐵 我也很深的感觸 一條高鐵讓台灣一日生活圈 最近不是說高雄很多演唱會經濟 很多人殺到高雄 聽完演唱會還可以殺回台北 還趕得回比較末班的車子 那可是當年拉這一條高鐵 也是從南到北都要吵啊 吵不完啊 那你中間當然會有很多利益糾葛 很多東西擺不平 可是回頭去看 空澤的八年真的沒有任何都市計畫 然後如果只留一個金華城土利 也是很悲哀啊 因為審慶金發財的 可是普通的中產階級 跟普通的年輕人 他看到台北這個城市 無論如何居住都很不友善 他首先是價格很不友善 然後呢價格比較平民的事實上都是 某種程度建物已經回旬的差不多 或者是老舊建物 他事實上有可能在比較重大的地震 或者天災當中 未必擋得住天災人禍的考驗 然後呢 所以台北市事實上是六都當中 年輕的人口流失最多的 他就剩下大安區你就看一堆老人 新一區你就看一堆老人 他們把醫院當作蔡奇亞掛 那你就看台大長根門口 每天那邊門庭弱勢 都一堆老人 對 那你整個都市就變成這樣的面貌 對 而且讓整個都市沒有活力跟希望 其實台北市面臨整個老化 而且其實老年人在台北市 其實也住得不舒服 我們在都更常常遇到是說 你要爬樓梯他也爬不了 真的 然後真的是要這個看病 真的是要兄弟兩個扛著父母親 想要下來看病 然後上樓其實也是 然後其實我們都市更新 其實為了這種比較老舊 然後過去式的建築形式 我們希望把它更新 那因為通膨的關係 我們希望有一些融機獎勵 讓他們不要拿太多錢出來 就可以有新的房子住 所以我們的初衷其實是這樣 那在行有餘利可以回饋 社區一些 比方說活動中心 長照中心 這些公共空間的面積 所以整體都根其實要均衡 它是發展 跟一些比較底層階級的需求 這個都市才有可能均衡 那讓源源不絕的年輕人有希望進來台北市 其實整個台北市就有活力 然後就可以有些創新的事情 那就不會像台北市過去幾年 其實人口一直往外營嘛 當然有疫情的因素 可是我覺得整體的台北市還是老化的 那我其實講 就是人也老建物也老 然後這一些設施也老 然後老人的投票意向都還打死不便 所以講萬安只要在那邊秀一張臉 然後就連人 然後內湖繼續塞 塞到老人通通都沒有辦法投票了嗎 對啊 所以我覺得要當市長的對都市計畫要很 很好的了解 但是都市計畫其實裡面藏了很多陷阱 那像柯文哲就是他看到利益 然後他又踩到陷阱裡面 然後現在沒辦法抽身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官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